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这样 像口香糖一样 开始吃的是甜甜的 越嚼越没有味道 到了最后也就吐掉了 我们要学会珍惜才能拥有 珍惜生命就会拥有生命 珍惜感情会拥有感情 所以人的业障包括对人的不了解 人生难在于理解别人最难 如果你能理解别人 你就会理解自己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总是说 你听我说 你不要说 我不要听你的 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认为是对的 对方也认为他是对的 所以两个人才会争吵 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听听别人讲 可能你就不会争吵 我们要告诉大家 要理解别人才能感动别人 台长讲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事情 有一位父亲 单亲父亲 他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 他抚养了一个小孩只有七岁 这个小男孩很懂事情 妻子过世之后呢 这个男的单身父亲呢 总觉得对不起这个孩子 有一天呢 他出差 他没时间陪孩子吃早餐 陪着孩子一天 一路呢 就担心孩子吃早餐了嘛 今天会不会一个人在家里哭 不停地打电话给孩子 孩子非常懂事 就跟爸爸说 爸爸 我吃过了 你不要担心啊 你几点钟回来啊 这个时候呢 他就告诉孩子 晚上赶回家 看到孩子已经睡熟了 他松了一口气 突然呢 他看到孩子的棉被下面呢 竟然呢 有一碗打扮的熟泡面 父亲非常的愤怒 他打了孩子的臂部 然后呢 跟孩子说 你为什么不乖啊 孩子 你惹爸爸生气 棉被都湿了 谁来洗呀 这是他的妻子过世之后 他第一次打孩子 孩子哭着回他说 爸爸 我没有调皮 这是给爸爸的晚餐 原来这个孩子很懂事情 他想到了为了配合爸爸正好回来的时间 他泡了两碗泡面 一碗自己吃掉了 另一碗给爸爸 自己吃完了之后呢 他怕爸爸这碗泡面凉了 他想保温 他就把泡面放在了棉被下 想保持这个温度 爸爸听了一言不发 紧紧地抱住孩子 看着碗里酥泡面 还有一半 他对孩子说 孩子啊 泡面还没有凉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对孩子不了解 我们对自己的亲人不了解 对别人的爱不理解 所以经常会夫妻争吵 想一想 菩萨也是这样救我们 他们对我们付出无尽的爱 但是我们不理解 菩萨说 我们要有求必应 你们求观世音菩萨 菩萨会救你们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念经 就是没有求 所以菩萨说 人间苦是因为我们不理解 所以我们因为有欲望 才得不到平安 希望我们的人多懂得点爱 少一点恨 这个世界才会充满阳光啊 快乐是在满足当中求到的 因为满足了 我就不会不快乐 因为很多人有了大房子了 我要更大 有了钱了 我要更有钱 所以他永远的心是挂在了钱上 烦恼是从欲望当中来的 人生是一次没有回程的火车 我们要好好地活着 因为这辆火车开过了 它永远不能回头 珍惜每一站 要帮助别人 慈悲别人 懂得自己消夜吃苦啊 一个成功的人 一个能够修心的人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一个要学会吃苦 还有一个要学会吃亏啊 当我们失去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 想一想 我们年轻的时候 多少事情不珍惜 让我们后悔呀 要珍惜呀 就在本月的六号凌晨 台湾的地震 又夺去了上百人的生命 准备迎接春节新年的 贺礼和年货 还没有吃到嘴巴 他们就离开了人间 我们人能够今天坐着 我们还不生癌症 我们今天还有手有脚 我们今天还能痛快地活在人间 我们今天还能有家庭 我们要感恩 要知足啊 现代人只要有利的事情就做 有便宜的事情就赚 根本不管自己能不能用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说有一个老李 请几个老朋友吃饭 大家聊了 哎呀 现在的房价高得真是离谱啊 聊着聊着 不知不觉呢 聊到坟墓上了 老李说 现在的墓地价格 也是上涨得好快啊 好墓地 每个单位的面积价格 有时候比房子的价格还要贵呀 死都死不起呀 他说 我前阵子已经挑好了一块墓地 听说价格 称称地在往上涨啊 老王听了 还十分羡慕他 然后他就说 我听你这么一说 那我也买块墓地 老李 你帮我打听一下 如果有合适的 你告诉我一声 老李这个人非常的热心 哎 你就等着吧 静候佳音 如果有合适的目的 我马上帮你想办法买一块 如果你急用的话 你就把我那块先用了吧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一定要学会 要有气度 气度代表你学博的进度 能够忍耐的人 就是你有修养和境界的人 我们做人要忍耐 要高瞻远足 比尔盖茨说过 我永远是拿着望远镜 看这个世界的 永远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 因为你不相信自己 你已经成为一个小人了 学博人永远要懂得做圣人 每一天帮助别人 不占别人的便宜 天天的帮助别人的人 就是圣人 每天想赚别人的便宜 想斤斤计较的人 就是小人 我们要不迷失 气定神贤 得大自在 一个大气的人 会远离小气 愁苦的阴云 就从来不会在你的天空当中 台长有两句诗告诉你们 这是我写的 问君哪得清闲在 未有佛缘天上来 我们做人 一生一世 要包容别人 要大气 要追求智慧 有大气的人 方能成为一个脱离了熟气的人 想一想 有很多的成功人士 生意做得很大 做人做得很好的人 他们靠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包容气量大 所以凡人和圣人的分别 就是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和处理 我们要在大千世界 云云众生当中 成为一个高境界的人 我们就要好好学博 天天精进 我们要宽容包容所有的人 我们要爱别人 要用观思音菩萨的慈悲心 去感动别人 这样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人间的佛 谢谢大家